我们实际上登陆9年 本席室认为是有成果 那这些成果监察院也没有意见 你看这10大成果资讯的公开 然后也让我们不动产的透明度被世界肯定 根据重量联航它的全球的统计 2018年我们是列世界第26名属于透明市场主 也是亚太地区的第6名 我们甚至于都超为韩国了 那么这9年来我们已经建立可查案 大概达306万件 那这306万件如果我们今天的修法 未来删读公告以后 它也会全部揭露门牌 对不对 那么我们民众查核的比例 大概已经逐年增加了 现在是到了10% 那么裁法也算是认真 你看看这个整个的裁法统计 那我们今天实价登陆增加了很多的罚则 很多的样态 那基本上应该是在这一次的立法院会被通过 不过 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显示说 我们过去的实价登陆 我们渐进的现在弄的所谓的实价登陆2.0 并不表示说过去是打假球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 资讯公开的透明度已经是全世界第26名了 这一两年房价还是草高 所以还是本席上一次咨询你的 我认为金融手段跟租税手段是关键 实价登陆是配套 光实价登陆 它就是用实价登陆的资料 也是让你知道说我价格降不下去啊 所以重点还是在金融跟租税的手段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做得更透明 那么这其中有一块是漏掉的 就是包租代管业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修 只有修仲介条例 对不对 那么包租产业 就是租赁产业 最近实在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 今天却没有修 但是本席认为租赁市场的实价登陆也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只修了对房仲的实价登陆的要求 我们没有修其他房仲以外 其他的租赁行动的实价登陆 这个部分应该要补足 但是这次没办法修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要求他案件要申报 所以说其实都有申报 只是说这个部分现阶段没有纳入跟实价登陆去做接轨 那这个部分后续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怎么样把租赁的资讯透明化 租赁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一整条街很可能很多50年老店100年老店最后都变成什么 变成财团的连锁店 为什么 就是租金增加让他无以为机 可是财团他可以结长补短 我可以在百货公司赚的钱去补我在这一家商店里面损失的钱 所以财团可以很高的租金把传统产业赶走 然后财团就来这里开他的连锁店 而且你知道很多不同产品的连锁店摆在一起 其实背后都是同一个财团 所以租金你不管制的时候就是坐令台湾的租赁市场 真的是让人民租不起房子 我要居家的租赁更是如此 我要居家的租赁的时候当一个租金是我两个人双薪家庭当中 一个人薪水的全部的时候你叫我怎么养孩子 现阶段应该还不至于 那刚刚委员提到了住宅的跟商用不动产的租金 一间套房在台北市一万八 还有两万八一间套房的 所以租赁市场的实价登陆为什么这一次把它放掉 本席是认为应该是一个疏漏 租屋的是一个债权契约 所以说你要用这么高密度的要他来完整申报 确实有他稀查跟执行上的难度 可是他是住宅政策里面的关键 所以说我们才透过包租贷管这个系统 我们来我们也还是可以相当长度这样掌握 包租贷管他基本上将来是要推到社会住宅以外的其他住宅 是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们还是回去要研议好不好 把这个部分什么时候来补足 好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谢谢大家